小小包商老哥一首接著一首唱 不夠當麥克風換到了蔡明翔阿公的手中 氣氛瞬間變浪漫 謝阿公要以這一首 為你犧牲 為你忙 跟雙手23年的女友謝阿嬤求婚 只有前面堅持都這麼順利 這麼不打勾 你不算懷疑也都不說要走 她真的出國一輩子 我活一輩子她也活一輩子就是這樣 66歲的謝阿嬤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因為家暴失婚 後來遇到蔡阿公阿公一路相陪23年 卻都不敢開口示愛 而9年前阿嬤接連得到了大腸癌跟淋巴癌 阿公還是不離不棄的照顧 雖然生活清寒 不過兩個人很珍惜彼此 是戰內的一段愛情佳話 謝阿嬤跟蔡阿公 兩個人並沒有生兒育女 生活上過得相當辛苦 僅靠創世跟補助來維持生計 而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這類的獨居長輩不少 中秋將近 創世也發起慕愛心活動 今年在中秋節 一樣就是會自證這個關懷的禮物 到他們家裡面去 讓他們感受到長輩 社會對他們的關心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一份是350塊 年滿的獨居長輩 因為體能退化 在生活上更顯困難 也希望社會能夠發揮力量 一起來關照他們 讓這群社會弱勢 也能夠在滿滿的溫情當中度過晚年 這點叫化台中才放不到